一堆保单 不缴又好像没关系 老婆啊 你这样会影响你未来的给付权益哦 你这些比较早期的保费 要赶快规划分次缴费 尽快缴清欠费 以后记得要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 这样发生保险事故时 给付才能及时和解 老年给付的权益也才有保障 知道吗 预期缴费除了依法加收利息外 如果有超过十年以上的欠费 或在事故前一年有未缴费的情形 都会影响未来勤零给付的金额呢 那先别打包 我先补缴保单比较重要 妥善规划补缴基欠保费 平时按时缴纳保费 保障给付权益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现在时间19点整 欢迎收听Happy Taiwan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Happy Taiwan 今天晚上的代班主持人 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咯 如果您打开您的脸书 搜寻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 有画面的哟 所以呢 如果您有手机方便 这个观看的话 就打开脸书 搜寻一下 给我们按个赞 那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整个节目的过程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您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发问哦 今天很开心呢 邀请到 我的好朋友 我每次看到他的头发 看到他的发型啊 我就会 很想要模仿他 因为我觉得那会高好几公分 不错哦 对 我觉得你这个策略很不错 然后我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头衔 因为很长 所以我要看一下他的名片 社团法人 台湾二行程机车文化永续协会 哇 听到这个头衔有没有 他是理事长 二行程机车文化永续协会 表示他很机车咯 不是啦 开玩笑的 你不错 一开始 有没有 在录音室里面 谁叫今天我是主持人呢 没错 今天委员姐最大 对 就可以小小的亏他一下 那我想呢 应该我称呼你阿贤 可以吧 理事长 对 对 委员姐 阿贤就好 我是叫阿贤 其实朋友们呢 也都是称呼他阿贤 他非常的热心热情 特别是对于公共事务啊 有投入相当多的热血 所以他这个人真的是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蛮有趣的 怎么说 然后明明就是一个呢 看起来呢 是还算潮流的年轻人 我每个字都念得好慢 好像有很大的怀疑 就充满活力 充满活力呢 那就觉得说 奇怪啊 人家现在的 就是说会像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充满活力的啊 都会觉得 大家就是爱玩一些时尚啊 潮流啊 或者就是喜新厌旧嘛 是人之常情 然后好像就是大家 崇尚追求的东西 那你不一样 你就去跟人家玩一些老的东西 对不对 玩一个老的东西 然后呢 就玩老车 所以呢 究竟是为什么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 也跟大家say个hello 可能就我刚才的一个介绍还不够详细的 类似你有什么丰功伟业 伟林姐在这边没有提到的 您都可以随时补充 然后你就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你自己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说究竟为什么 一股热情投入所谓的老车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的领域 玩老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缘 我在2003年的时候 悟入歧途 其实之前在学生时期就很喜欢 很喜欢这类的车子 但是很可惜当时我身边的朋友 没有半个人骑这样的车子 学生的时候啊 学生的时候就很喜欢玩这些老东西 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一类东西 那你真是有个老灵魂 对 活在里面 我喜欢老车 因为我觉得老车它有一个 除了设计以外 它本身的设计很好以外 除了结构 外形 它耐用又漂亮 所以毅力不衰 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 那再来是 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我觉得骑这样的车子 它才是一个生命 有生命 有生命 对 那你骑着它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我现在的这个年纪 我当时骑的时候 我的第一台所谓的韦式牌 我当时的那一台就大我十几岁 你在骑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然后它的掌控性又特别的好 然后再来就是它非常的耐操 然后也不太需要特别保养 还有永远不会坏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我看 以前我的摩托车三不五时就要修 所以当时我就很花时间去了解 这些车子它当初的设计理念跟结构概念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钻研钻研钻研 就这样莫名其妙 那我们乱当了十六年过去 哇 所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 就是说所谓的老车啊 这个老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在国外它是用年份区分的 年份区分的你最少要二十五年以上 二十年二十五年以上就称之为老车 但是如果你在更高 年线在更高三十五年四十年的话 又会变成古董车 再更高阶老爷车 所以它的名字也会跟着 提升的老爷车 它会针对你的年限跟产量 然后再就是你的整体的价值 跟你的原装度来呈现不一样的价格 不是车种的问题 所以它很细分的 对它分成非常的细 所以全世界这一类的玩家 它非常的多 台湾也有 所以你说老车它是有生命的 对你们而言 对不对 对有的人而言 可能看到老车 它是破铜烂铁 这是真的 是不是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可是在你们看起来的话 它有生命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觉得它有生命 就例如说 简单来讲好了 现在很流行的是电车 那电车 我本身啦 不是说排斥这一类的车子 但是我在骑乘的时候 它对我来说是感觉像没有生命的 因为它不会 没有声音 第一个没有声音 第二个我们怠速的时候会震动 在转速拉转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度 它没有 没有办法呈现给我 所以我在骑的过程中就是移动而已 快速的移动 但是 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它就只能叫做交通工具 但是我们骑老车在享受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你骑乘它的时候的感受度 它会震动 然后你吹油门的时候的那个 直接反映出来的那个速度的power 你会觉得你在驾驭它 就像骑马的概念 哦像在骑马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会形容它 叫做有生命 我骑着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感觉 我听了都觉得说很有feel 可是骑电动车就没有 有feel了哦 有一点feel 想买了哦 所以你看 不是 但我必须要分享一个经验 我记得以前 曾经买过那种 你知道要手排档的 OK 手排档 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真的有骑过那种车子 我一定要很高的这个角度啊 把我的右脚拉高 然后跨过去 然后手排档的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 我很常熄货 而且你知道它要发动的时候 它一定用脚踩 对 对 对不对 对它要用脚踩 我跟你讲 我超训的 我都常熄火 熄火是你离合器放的时候 放太快了 油门还没有补 我那时候就是不认识你 不然我现在也是女飞宅一个 你现在还有机会介入 我还有机会 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协会 可以跟你报名一下 我可以跟你推荐 我那时候觉得超酷的 结果我只是感觉酷 然后真的骑的时候 一点都哭不气 一直在熄火 我想算了算了算了 我没让我哭的命 你就直接给别人骑好了 它是必经过程 必经过程 刚开始学骑的时候 熄火是难免的 可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你会了之后 就是帅 哇 迎着风的感觉 还有骑在路上 你知道有很多眼睛 都会看着你 真的 真的 像红 就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有一台老车 骑在路上 就可以享受这种 你知道 吸睛 吸睛 眼光注目 的感觉 真的真的 没错 其实我看过你们老车 如果说我们 这个 观众朋友 还是呢 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 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 可能看不到这个画面 可是我们观众朋友 就可以透过我们背后 的照片啊 你看就可以看到说 它上面有老车 其实你们的老车呢 都把它装点的 真的是很有生命感 因为我发现你们的老车 不会把它重新改装 或者说是把它变得 好像一台新车一样 并不会 其实它留有一些斑驳 的一些 就是说 它的整个车子的车体啊 你看到它会觉得说 它是有历史的 所以你们在维护这个老车 其实是也是有想法的 对不对 是的 其实简单来说呢 我们玩老车 它有分很多的风格 你刚讲到的是 元漆的 在国外叫Oranginal 原汁原味的 我就是不改变你任何东西 只是把你的引擎 跟周边的消耗品更换 尽量保持原厂出厂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一个风格 另外一个风格就是 喜欢把它变成像新的一样 那另外一种风格 就是改装了 那改装又有分 外观的改装 跟速度上提升的改装 对 又不一样 那最后一个就是特殊风格 韦式牌的有一种特殊风格 那它就是叫Mods Mods 它是1970年代的时候 英国那时候戴起的潮流 对 那他们喜欢把一些 当时的年轻人喜欢把一些 汽车的改装品 全部都移植在摩托车身上 然后穿着西装 然后套着美式军大衣 你很帅耶 参加party 帅爆 一骑出来 全场的妹子 只有你了 只看得到你存在 没有什么牌子了 我突然觉得你这句话就是 吸收会员最好 真的 不骗你 那所以 每个玩车的风格都不一样 不管你是迪奥的 你是追风的 你是B1的 Kawasaki B1的 每个车种的玩车风格 都不尽相同 所以你可以 怎么来说呢 当你踏入老车界 你想了解的时候 第一个你可以先选择 你喜欢的车系 你了解你想要的风格车系 之后呢 你再去钻研 它有什么玩法 所以你可以细细的品味 不会像一般车子 我买来 就长这个样子 怎么样也是这个样子 顶多烤漆 顶多换个什么东西 没了 太无趣了 老车可以让你玩到老 都可以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真的 我正看到你们的 这个老车聚集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那台车子呢 基本上跟其他的人呢 感觉很像耶 我们常常说 在看那个宠物展 有没有 然后看到这只狗狗啊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 你看这只狗狗 跟他的主人啊 就感觉他们很像 那我在看到你们的这个车友 在聚会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这个车子跟这个主人 感觉也很像 没错 尤其我看到 我常常看到你们觉得很感动耶 就是你们的车子啊 上面都会贴着很多的一个勋章 就你们会把它加一些装饰 好像是真的好像自己的宠物 然后呢 宠物 不然是宠物 是我的形容 然后呢 他就是 他是被装扮打点的 我也可以说 好像是一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士兵 或一个军官 是跟着你们 曾经有打过很多 我常常的那种感觉 没错 所以每一台车子真的 说真的 我看到会觉得 嗯 这台车一看就觉得 他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跟他的主人之间 是可以讲的 真的 嘿呀 是不是这样子呢 没错 真的 所以你们对那台车子的 一个用心啊 难道你们的太太们 都不会吃醋吗 嗯 这个就是沟通的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 帮他买一台 诶对 可是 像我的 我的例子就很有趣 应该所有的车友的例子 应该都差不多 今天哦 我老婆 我买一台给他 可是我们就很害怕 害怕什么 因为女生有时候 骑车的时候 我不是骑士哦 有时候女生 可能不小心停车 不会很注意 不小心撞到一下 或是干嘛的 对我们来说看到 哇 心痛啊 低血啊 所以与其这样 不如我帮你弄得很漂亮 偶尔我载你骑 或是你骑 我跟在你旁边 然后你平常代步 就骑一般车 诶 这个就没问题 Safe 对 非常的Safe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要天天 拿老车当代步 哇 我每天都睡不着 好有智慧 对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不是很了解的 那像你这样讲的话呢 那老车的一个维护啊 包含老车的保险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觉得他的权益 这个保障是够的吗 嗯 保险 因为台湾基本上就是强制险 除非你自己在增加额外的意外险 或是其他的险以外 但是其实台湾的法令 其实对所谓的老车 古董车这种东西是非常的不友善的 嗯 为什么 像我之前办 那个我跟我的伙伴办那个 2009年的时候 北市搬高雄 那个时候我就是要保险 因为是展场活动嘛 那也有绕街 绕整个高雄市区圈 所以一定要保险 但是在保险公司 他没办法认定你的价值 嗯 因为他不懂 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哇 但是台湾至今还是没有提升 嗯 对还是没有提升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身为车友要很小心 要自己注意就对了 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就是 他不小心撞到你一下 他也觉得没什么 他说他拍摄拍摄 撞到你他就要走了 嗯 他不知道撞了这一下 我们可能就要好几万块就没了 嗯 对 那你突然把他拦下来 不好意思你要陪我 去车廊估价之后 他看到他会吓死 嗯 他会觉得 怎么会这么贵 他不就是台老车吗 但是他错了 其实是很贵的 是 因为我们都是汽车烤漆 是 对不是一般的铁热市 这样随便喷一喷 哇 所以呢 这个自己的资产啊 就变成说 在没有很完善的一个法令 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商业机构 对他资产认定 也还没有那么全面的一个成熟状态之下 真的你们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没错 在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呢 也借由这个机会能够让大家呢 多一点了解 所以老车的一个部分 以后我们如果看到这台车子 老老的啊 老老的啊 好像很难判别啦 就总之行车安全是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 对 我们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 不管他老不老 没错没错 都要很小心 对 不管摩摩车或骑车 基本上都要保持距离 然后一个尊重啊 因为就像简单的例子 国外重机它就视同为一台汽车 是 在台湾没有 台湾的汽车驾驶会 你就是一台摩摩车而已啊 我为什么要让你 所以重机停在汽车格很多人会骂 但在国外它就像是一台汽车 所以你刚才又提到一点非常奇妙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 让大家来共同思考的 就是说呢 那个交通工具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头 会有一种权利的一种 大家的影射或象征 那应该要打破这一种想法 没错 就每一个交通工具 就每一个行人 是他没有交通工具 还是行人的话 都应当被尊重 没错 在路上的这样的一个路权 对 跟一个安全性 它应当是平等的 对 所以并不是开车的就比较高贵啦 对 没有 或者就是说 随着交通工具的价格 现在已经都分不清楚了 对 有时候一台摩托车比一台汽车还贵 贵很多 对 所以呢 传统的一个价值观啊 从这样的一个 拥有资产的一个状态 去判断它的身份 以及去 大家呢 在一种无形的 去灌输以这样的一个 权力的一个结构 其实是逐渐的 会被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不断的更新的形态 去打破了 我们应当是要去尊重 每一个行人 行车者 然后呢 在交通上面 都应该要互相彼此的尊重 对 我们在这个 呃 玩车也好 使用交通工具也好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这个城市更美丽耶 真的 真的我发现说因为 如果交通工具 我们大家都可以呢 好好的去照顾它 它是城市一个很漂亮的风景 对 真的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曾经看过你们这样子 一整排七寸 很漂亮 我就觉得超酷的 真的 就好像电影场景一样 回到过去的一样 对 就很棒 然后呢 就是那种景观 真的是让人家很舒服 所以 就像有时候我们到国外去 会看到国外呢 的一个路上啊 他们的车子五颜六色的 或者呢 他们有很多 很创新的交通工具 都会觉得那就是一个风景 对 没错 就是一个风景 他们不会互相歧视 对 所以这个阿贤啊 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刚才呢 念你的头衔 念得非常不习惯 是因为我以前都叫你阿贤 但你现在呢 我就想说自己玩车就算了 自己玩车啊 自己好好玩嘛 那去组了一个协会 这个呢 哇 这个真的是要有够热心的人 我差点要讲鸡婆 有够热心的人 才会去做的事情 好 那待会呢 我想呢 要请你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这个台湾二行程机车文化永续协会 已经成立多久了 成立了几个月而已 成立几个月而已 对 很新 对 新手上路 请多多包涵 可是其实他们已经很多的活动了 而且阿贤非常的热情 所以呢 在他透过这个协会呢 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宣广 一个广宣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现在呢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那待会儿呢 广告过后 我们再继续来听阿贤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耶 精微钢 拥有纽西兰严旋路容 纯净天然 精微钢 富含秘鲁国宝提马卡 滋补强身 增进体能 精微钢 高剂量精胺酸 促进代谢 提升精气神 精微钢强效战斗地 让男性朋友 补充体力与精力 让您一定满足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获波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小学书都变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 亲情 需要 身体 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这张开转门 我们如果要睡真正 开转 让我们自己的 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变态 给你结案 控制三三五 数理三三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逃 坏的菌 让您病烟烟 敏苏青 寡糖液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严血十一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 敏苏青 寡糖液菌 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或播 0809 092 898 好 非常开心呢 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我们直播的现场 也很感谢空中的听众朋友们 与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的老车奇遇记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阿贤 刚才有提到呢 他是社团法人台湾二行程 机车文化永续协会的理事长 那我想对于今天 老车话题 好像很多人很有兴趣耶 我看了一下脸书 下面留言的 哦 帅哥 谢谢高文荣啊 林俊南 叶高丽 跟许玉文 我们的粉丝很多 还有这个张凯蒂 骑老车会被重击比赞 酷 对 汽车也会给你摇窗偷拍照 对 我们都给予授权 酷 好亮 欢迎大家 持续继续帮我们留言跟分享 还有按赞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阿贤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你这个成立协会的这个点点滴滴 其实成立协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会做到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三年多前 就是大家都知道轰动一时 因为台湾政府突然也不知道哪条神经有问题 突然说要禁止二行程机车上路 是 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一看到 当时我从意大利一回来 一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决定一定要站出来抗议 那就这样莫名其妙就过了三年多 那也还好抗议成功 那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那感谢所有的车友们 所有的帮忙的人 官员们 那在这过程中 整个都结束了之后呢 中央就要求我们要成立一个协会 那协会就变成跟政府之间的对口 对口单位 就不会再发生一些所谓的 因为现在资讯太复杂了 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 所以与其你去看假新闻假东西 你来问我们比较快 我们就是真人 我们就是真的就是玩这个东西的人 太棒了 对那就因为这样有一个默契 OK 确定要做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全心投入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终于把这个协会搞出来了 那协会最大宗旨就在于推广老车文化 对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先从推广老车文化去着手 第一个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在观察抗议的过程中有发现 很多的民众对于老车的误解 是 都会冠上一个名词 新闻都说你是空屋啊 就觉得你就是空屋 但是这是不公平的 是 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协会的方式 去不断的办活动 去让所有的民众去了解何为老车 是 为什么至今在全世界都还在生产二行程机车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 应该是这样讲说 每个国家都很进步 很多国家都比我们还要进步的国家 还要厉害的国家 比我们还注重环保的国家 还在生产二行程 为什么 哦 为什么 对 答案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污染 嗯 你车况好怎么会有污染这件事情呢 嗯 对啊 那所以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 透过静态的活动 跟动态的活动 去让民众了解 有潜入深的方式 了解何为老车 是 当他了解了之后 他就不再有那种排斥跟恐惧的心态 嗯 所以这个单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它很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二行程的车种非常的多 是 有台湾的 有日本的 有意大利的 有英国的 到处都是 嗯 我光要收集这些资料 就非常的头大 到目前 官网已经做好了 但是很多资料还需要补充进去 这个需要陆续花时间去做的 嗯 对 所以目前我们都还在努力 但是协会 要运作第一个 一定要需要很多各 各方各界的sponsor 赞助 对没错 我们才有办法去推行这件事情 不然单靠车友 其实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一直写企划爱 写一些好的活动 希望人家来赞助我们 支持我们 是 国内外都是 因为我是希望 邀请国外的 这样的同好的人 专家专业人士 来台湾分享 嗯 台湾也能够过去国外 一起交流 是 这才是国际 嗯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 围一个圈圈 自己玩自己 嗯 那个就不要玩了 嗯 我觉得既然要玩 你认真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是 太棒了 所以我非常 我对于协会这个东西非常的要求 所以 呃 我老婆很辛苦 嗯 因为她是 免费的志工 我叫她干嘛 她就一定要干嘛 对我 所以要感谢你 老婆万岁 哈哈哈哈 我要鼓掌 对 所以 太棒了 这段过程很 很 怎么讲 感触很多啦 是 你从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绝望 车子要没了 到后面一直不断的抗议抗议抗议 嗯 其实很多人像长辈都是 我家人是反对抗议的 是 他们觉得抗议就是 坏儿 嗯 就是不好 反政府就是不对 嗯 但是那时候我只跟我的 妈妈啊 跟家人讲说 你让我读书 让我有知识 嗯 当我知道政府做错了 我有义务让她知道 她错在哪里 嗯 这不是坏孩子 嗯 所以我搜寻了国内外 很多的法案 对 就是给他们参考 让他们了解 包含现在的数量 台湾的二行程 真的非常的少 嗯 因为目前政府 还是有在补助 希望你可以换老 换车嘛 太换老车换新车 这个补助 依然会继续做 嗯 但是他 已经确定 他不可能 强制执行 你不能骑车 嗯 因为那是我们身为 国民 基本的 权益 是 这是不能被打压的 是 对 那所以 所以 OK 真的很 我觉得真的很棒 其实是蛮敬佩你们的 也就是说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去民众的 公民的力量 要起来 对 然后公民的力量 起来之后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 去发声 好 那我也很恭喜你们 有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啊 有争取到 这个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没错 然后让他继续美丽下去 对 那我想你刚才有提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点 就是说呢 有很多全球 有很多比我们更重视环保的国家 嗯 其实呢 他们也都对于这样的一个老车文化 是抱持着保存 甚至是保护的 这样的一个姿态 然后来继续维护 从照片上面啊 我们看到你今天提供的照片里面 也有好几张看到你 甚至还代表着 就还拿着这个我们 国家的这样国旗 然后到国外去做交流 对不对 在意大利 所以在意大利是不是 对拉利赛 拉利赛 去参加比赛是吗 对 所以你看呢 我们透过这样的老车 去建立国际之间的友谊 对 对不对 我就看你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外国朋友 很珍惜大家共同因着有相同的兴趣 然后呢 融入在一起 不分国界 真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台湾四面环海就这么小 我们应当要有更开阔的一个心胸 反而不是一个倒民的一个心态 应该有更开阔的心胸 然后呢 来看说 我们如何借由我们在国内也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 去与全球串联 那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相信 你一定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在国外 也借由你的故事 让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视野 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有趣的 我在09年办完活动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是做披肩设计 那时候做了一个案子 赚了一笔钱之后 我就决定把它全部花光光 我就去欧洲 两个月自住行 很有理想 然后那时候到哪里都一定要骑车 因为我觉得 我不喜欢就是走路啊 坐捷运 我觉得骑车才有办法深入到很多的地方 才可以深入的旅游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Vespa的故乡就是意大利 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地跑到他的博物馆 就是他整个原厂 我去那边逛了五个小时 疯狂的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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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很夸张 我老婆睡倒在旁边 然后他的馆长跑出来说 先生你拍那么仔细 一下拍照一下录影的 你要干嘛 这个是有版权的 我说你放心 我这个只是自己看 我不会拿来贩售 不会拿来出版 都不会 我只是个人收藏 因为我很喜欢 我远从台湾来 他们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台湾 是 他们一听到台湾 就说 啊 泰人 我说No 泰人 Taiwan 对 然后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要花很多时间跟他们介绍 那最有趣的故事就是 我在原厂的最后一分钟 要走的时候 有一个老爷爷 因为这一个坠子 他跟我打招呼 哇 他问我这个要去哪里买 这也是纯银的韦式牌 这个坠子呢 它是一个韦式牌的形状 因为它小小的 我们的观众不见得 有看到 哇 龙头可以动 哇 龙头可以动 轮子都可以动 它的轮子也可以动 非常的精致 对 哇 好可爱哦 他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因为他只会讲意大利文 那当时的贩售部的主管 那时候帮忙翻译 那翻译了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他很想要买这个东西 不知道怎么买 然后后来就说 OK OK 我就跟他说 请你留一个简单的资料 我找到之后就寄给你 那都不赚钱了 他就很开心 他就去旁边洗洗洗洗 结果他就给我了 一张名片 然后上面签名 我想说 我要你的资料 你给我签名干嘛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也搞不懂 然后那个主管就跟我说 他说派 派先生 你运气非常的好 他是我们意大利的 传奇赛车手 就是在北卡古先生 他愿意跟你做好朋友 我说哇 哇妈妈咪啊 你愿意跟我做好朋友 然后你 那个感觉很有趣 我们就 拉了旗子跟他合照一张 是 就因为这样的机缘 我们认识了到现在 哇 然后 我几乎每年 或者是 如果当时太忙 就隔年 我就会回去陪他 陪他过生日 陪他参加 他的钢拉力赛 就是为了纪念 他当时的成就 而办的 所以 他的活动 我基本上都会参加 然后还有Vespa Day 有的没有的 我都会参加 那他都把我当成 亲孙子看待 我也把他当亲爷爷 在看待 所以我们之间 蹦出了很多很有趣的火花 包含就是 最有趣的一个是 有一次他生日 可是我不喜欢 买送给人家 对 我喜欢自己做 比较有趣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擅作主张 画了一张 他1951年 谁就有你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拿冠军的时候 的一张画像 做成了一件T恤 然后用他的名字 做成了品牌 寄去意大利给他 他一看到 骗你 八十几岁 当时八十几岁 九十岁的一个老爷爷 他要哭了 是 他很感动 他说我这辈子 没有自己的衣服 好开心 就拿着这样子 跑来跑去 这样子 很开心 他跑到原厂 秀给他们看 他们都傻眼 他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远从台湾的一个小伙子 然后我第二次 那次完之后 我去找他 他的主管啊 馆长就与我拍照 我说为什么要拍照 他说你抬头看 那是什么 一看 我画的那个衣服 我做的衣服在那边 他们原厂也在贩售 他说这个是我们销量 最好的一个商品 他说要感谢你 把他生出来 然后我就很开心 觉得 哇 我最喜欢的车子 的总公司 竟然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是我的 小小的一个贡献 但是 可以受到重视 我觉得一个很开心 那也因为这样 他们就很了解 台湾是什么了 对 好棒哦 因为很常听到 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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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会 每次都会用地图 秀给他们看 台湾不是中国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泰国 所以我都要用很破的英文 跟他们解释 很破的意大利文 跟他们解释 这个过程非常有趣 然后 就因为这样子 太可爱了 因为这样子 我老婆也爱上 骑车旅行 所以我们有一次很疯狂 我们从意大利 布洛尼亚 一个小城镇 租了韦斯牌 骑到克罗埃西亚 来回 978公里 当时我老婆一听到 她就说 我不要 我说我跟你讲 你只要骑过一次 人生都值得了 不骗你 那次骑完之后 她就爱上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骑车 在国外 150cc 你125 150 你都可以上快速道路 对 200cc之后 150 200cc之上 你就可以骑 高速公路 在台湾是绝对不行的 一定要什么红牌 什么什么牌 谁管你什么牌 在国外都可以 要搞清楚哦 国外都可以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 我们骑到的点 看到很漂亮的地方 我们摩托车是体积小 我可以临时停 就可以拍照 可以自拍 汽车不行了吧 所以当时我们就 拍了很多的风景 我老婆就说 哇 好棒哦 那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世界各国所有的 club的会长啊 车友啊 交流 因为我们有 自己club 我自己本身有club 因为我的club 就是我干爷爷 授权给我的club 是 所以当时很多东西交流 他们一看到 台湾的国旗 好兴奋 他们根本不知道 那是什么 根本不晓得有台湾 对 根本没听过 所以我当时跟好几百个 甚至是最后一天的聚餐啊 好几千人一起举的酒杯 我跟他们讲什么叫做 在台湾叫做干杯 干杯 他们叫清清 对 我说干杯 然后就一口干 我说干杯 然后他们就 一口干 对不对 所以透过 以车会友的概念 又结合到文化 国家跟国家的文化 跟餐饮的特色的文化的差异性 会更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国民外交 真的 而且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友谊啊 这样的一个情谊啊 我觉得说他是透过这样子去认识彼此的国家 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真的 而且你知道最有趣的是 我上一次自己回去 因为我老婆有事没办法去 我还是一样就参加那个拉力赛 但是因为 原本要借我车子的朋友临时有事情 没办法 我就赶快联系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是当时一起骑那个978公里的 其中一个好朋友 意大利人 他也是会长 然后我们现在都变成好兄弟 我就跟他讲临时有事 我当年 我说 我赶快帮忙啊 没车啊 他真的超挺我的 我活动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距离他那边 大概要250几公里 对 他弄好车子 我坐船过去骑那台车冲回来 就为了要参加那个比赛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路 都要走三路 所以我Google晚上 而且最好笑的是这一场的活动 我根本就是气象整我 我上面查20几度 我去到那边12度 冷死了 穿着短裤跟T恤这样飙车 对 但是我速度一定不能慢 为什么 越慢我会越冷 所以就一直狂飙 一直狂飙 一直狂飙 趕快回到我的住宿 隔天参加比赛 所以他们都说我是疯子 我怎么穿短袖就来了 他们都要穿皮衣 他们想说果然是来自于热情的台湾 所以那个 他的那个报纸就写 来自台湾就是 我又再一次的回去那个地方 就是一直回去 一直回去 他们觉得很特别 因为没有亚洲人啊 是 没有亚洲人 而且我们距离他太远了 所以我有看到 你有提供 就是有一个当地的媒体也有报导 对不对 对 他一直问我什么叫做台湾 他一直很想了解什么是台湾 他觉得很好玩 然后 因为我骑着有一个动作是不太OK 但是大家不要学 因为狗狗有练过 就是骑的时候 如果前面道路都很安全 我习惯拿手机就自拍一下 自己跟伙伴 跟其他的新朋友的一起骑车的这个画面 对 虽然头上有带GoPro 可是GoPro看前面或看后面 你就是没办法自拍嘛 所以我就是习惯这样拍 所以他们都称我叫自拍男 自拍男 而且他们很爱跟在我旁边 因为跟在我旁边就有画面 但是你在意大利如果参加活动 被摄影团队拍的话 一张要5欧 最便宜要5欧 就是差不多200块台币 可是跟我拍 Free 台湾人就是热情 不用钱呀 送你 所以他们很开心 一直骑到旁边 因为意大利文发音 派的话 没办法 他的发音不一样 所以就叫我 就很开心 所以每次回去的时候 他们都很期待 又有人来帮我拍照 就可以一起飙车了 所以很好玩 包含车子 故障 他们都围上来 赶快帮我一起修 我就想想 我也会呀 你借我零件 我就可以修了 他说 不要不要 你不要弄 我来帮你弄 我在那边帮他们拍照 自拍 他们就好开心 所以我都会固定 带台湾的一些特产啊 我自己做的小礼物啊 送给他们 就跟他们讲 这就是来自于台湾的 什么东西 包含高粱 我也带去 但是 没有人敢喝 因为我带85%了 他们一看到那个 他说这是什么 我说这就是85% 哇 他们傻眼 30 40% 他们就觉得 很OK了 但是超过那个 他们不太喝 所以那时候 我就跟他讲 就倒一点点 就一口干 我讲干杯 他们都不敢碰 他们说 喝了会死掉 所以很好玩 所以骑车 我到很多的国家 都去骑车 所以包含 之前说的 抗议啊 或是干嘛 国外的好朋友 都很力挺我们 还特地拍照啊 包含香港啊 马来西亚 意大利啊 英国啊 好多国 好多国家说不完 他们都有拍照 然后举着牌子 就是说不要禁止老车 然后声援 隔空声援我们 哇 所以当时我就 哇 很感动 因为很多的资料 也要从他们来帮忙提供 是 我才可以给政府看 哇 国外真的是这样 是 所以像有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一定要讲给你听 好 在很多的国家 不管是欧洲也好啊 最近的亚洲国家 像马来西亚也好啊 他们针对古董车 免税 嗯 免税哦 它的理由是什么 感谢你 把车子保养得这么漂亮 美化我们的城市 是 促进了观光 对 提升了你整个城市的质感 哇 所以他们在国外 他们每个月都有活动 除了雨季就不会有活动 骑老车的人是很爱车 是不会下雨不出来的 嗯 所以其实排除这些东西 他们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活动 一直在 然后民众就会看久 耳濡目染之后 就会觉得这就是美 对 所以他们的艺术涵养 就会这么高 哇 真的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保存啊 真的是有赖我们要先知道 然后呢 去唤醒 然后从中也要去学习 真的 非常感谢阿星 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 非常有趣又精彩的故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待会再回来 与大家继续分享 谢谢 谢谢 快上网搜寻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所有的烦恶搜寻快乐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保养 保养变得很重要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选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基之背 亲口一备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胺 MSM关护乳膏 特价游会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对啊 非常开心又回到我们的现场 又回来了 对又回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脸书啊 下面真的好多留言哦 真的好多人 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一个战胜 哈哈哈 偶像 谢谢阿贤为二行程的付出 所以你做的大家都有看见 继续努力 有人说85%中大师可以 有听到重点哦 非常开心 那我想呢今天这个阿贤 真的来跟大家分享老车 其实我认识他那么久耶 是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我才有办法这么深入的了解老车的这一件事情耶 因为我会觉得说老车跟我好像不太有那么直接的相关联性 嗯 对我还想去骑简单机车嘛 对 对所以呢 就会觉得说 哎呀老车我就 但我今天听你讲我发现说 原来他那么好玩 真的 对他那么好玩耶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呢 因为老车的关系 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串联 然后认识了很多国际的好朋友 真的 真的 我们到国外都很难交朋友 你用车子就可以 真的 和大师交朋友 对很多大叔 出乎意料之外 我想这是很棒的收获 那呢你 也很贯彻你的这样的一个 喜欢老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跟理想 那在台湾 在台湾有什么有发生一些什么 让你觉得也很感动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很感动的事情啊 就是 在抗议的过程中啊 是 因为 简单来说 一开始你还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是各自玩各自的 对 那 当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要去执行的时候 整合就是非常困难 非常 我根本就觉得那是一个 impossible的事情 嗯 为什么 因为每个的车系都有自己的圈圈 嗯 我们从来不会把它整合在一起 讨论一件事情 嗯 那为了抗议必须要整合共识 是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光为了整合共识 那时候还有被人家炮轰的 嗯 因为人家会误解我 为什么 因为二行程它的年限有很广 嗯 那 那 在台湾当时我觉得 很多比较年轻的车种呢 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出来抗议一定只会为了更老的车子去争取权益 嗯哼 但是他错了 我后来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讲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我们都叫做二题 嗯 不管你今天年轻 我今天老 我的车子老 你的年轻 都一样 我们都是同一个类别 是 对 所以不应该再分裂 嗯 所以就跟 讲的好像现代的人民一样 就是要团结 是 团结力量才会大 是 如果你自己都要画圈圈 自己砍自己的话 你不用革命了啦 对 你就直接玩自己的 收海报 车子卖掉就好了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之后 很多朋友从 可能从误解到 了解到 支持 肯定你 这一路走过来 我感受非常的深刻 是 所以 我们抗议一定没有经费 一定要透过 车友啊 民众啊 大家都愿意赞助 嗯 我们才可以上凯道 办很多的活动 对 很多的抗议活动 到今天完成 包含协会促成 也都是要靠这样持续下去 嗯 所以一路走来 非常的感动 也很开心 就是说 渐渐的让 这么多的民众也好 车友也好 更加的了解 他自己的理念价值 是 贯彻这个价值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 叫做流传嘛 嗯 你要传承 一定要一个过程 是 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传承 没有人要去推动 你怎么传 你要传给谁 对 对 所以一定要有人跳出来 但是这个人绝对不能 只有我 一定要更多千千万万个 我 嗯 鸡婆的 还管事的 这种人要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的理念全部都是贯彻同一个东西 对 这样这个东西就会长久 那这个东西贯彻到不管任何的地方都一样 哇 真的很让人感动 因为你刚刚讲到一点 其实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团结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 那团结的用意就在于说 我们不再只想自己的事 对 而在想着是自己之外众人的事 没错 所以啊 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说 但自己一个人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就像你刚刚讲 要千千万万个 对 阿贤 鸡婆的阿贤 要千千万万个 可能就不是阿贤 阿明阿王 对 阿牛阿皇 好多个阿站出来 然后呢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 其实这也会带出我们民间的活力 真的 在于有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那个共同的来探讨 我就常常在讲 其实公民的力量自己要站起来 真的 不要都是仰靠政府啊 对 所以我们其实公民的力量自己站起来以后啊 那共同来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城市或我们的权益啊 一起来努力 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真的 对不对 那当然前提就是说呢 比方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一定有这个很足够的一个资讯 然后这样的一个知识 你看就是说从国外那边得到很多的信息 那我想呢 这些美好的一个过程啊 都会被记录下来 对 同时呢 也在影响着未来的年轻人 没错 我们所做的也在影响未来的年轻人 对 这样讲好像我们几岁一样 咦 没有吗 很年轻 好 我会讲到这里是因为我看到阿贤 他带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明星片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酷卡 它是透明压克力 但是这个作品呢 是两个年轻人 大学生大士 他们的毕业制作 那我今天特地赶过去看 他画了40台经典的2T 哇 对 然后画了40台车的 然后我就很好奇 你自己本身是车友吗 他们也不是 他们单纯只是觉得老车很美 是 他们想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感觉这种车子快没了 是 那我听了之后我就很开心 对 因为表示这个东西年轻人也看得到 也感受得到 他的不一样 是 那所以我也给他们一片邀请他们 就是最近的话6月16号 我们在台中办的第二场的老车讲座 就是在讲台湾的机车史 从没有到有 整个演变过程 对 从原本进口到变成代工到可以生产 对 对 那甚至是 整个的心路历程 透过广告的方式去 讲当时的台湾的背景 然后讲当时的车子 它是连贯的 因为景气好的时候 不管景气好坏 它车架永远都在那边 是 所以以前骑那些车子的人都是很有钱的人 哇 绝对不是说 啊 那个是便宜啦 人家才在骑 错错错错错 以前一台车可以换好几甲的地 哇 可以换房子 哇 对 所以时空背景不同 很多人不了解 哇 所以它其实每台车子都有代表着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你可以 既由车子的年份回溯到当时的全世界的时空背景 嗯 去了解当时的经济环境 去了解当时的时间点 那个国家 那个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是 你都可以回溯 是 所以很好玩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 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去了解 它不单单只是一台车 嗯 它可以延伸出来的就是 例如说这个是设计 它也可以延伸出来观光 是 它也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触角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 政府可以试着不要排斥我们 去更加的了解我们这种赤文化 是 当它了解我们的时候 它一定会深深的爱上我们 嗯 因为它绝对不会想到说 像英国 去年的那个Vespa Day 短短的四天三夜 让你猜观光产值多少钱 多少钱 观光产值 观光收益哦 观光收益 你说四天吗 四天而已哦 四天吗 有这个 呃 哎 两千万 快三亿台币 哇 厉害吧 所以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发大 发了吧 第一个政府不用花什么钱啊 我这块空地给你们去玩啊 你们自己车子弄过来啊 民众就跑过来消费了啊 是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嗯 有时候我都觉得 县城的资源就在这里 你为什么看不到呢 是 对啊 那我们试着要把这些东西告诉你们 你也要试着愿意敞开新房 去了解我们 对 可以为你带来些什么 我们合作嘛 是 合作才可以共创更好的未来 哇 真的是很棒耶 所以你对未来的期待啊 还有就是说你 呃 打算又借了这个机会呢 就是说 对未来期待 还有要跟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 或现场在听的人们 大家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 嗯 我觉得啦 如果 以整个心路历程下来的话 我觉得要勇于追梦 是 但是追梦绝对不是空谈 不是幻想 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随便想想而已 你有一个梦想是一个目标 目标定定出来的时候 你要把它细分化 嗯 你要怎么去执行它 才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梦想 梦想是可以成真的 因为我自己很多的梦想都实现 好棒 所以我一直在追梦 所以我给自己这个小小外号叫追梦人 是 但是我也勉励 呃 现在听众朋友 不管你是年轻的朋友 在读书也好 或者出社会也好 一定要勇于做梦 是 千万不要被世俗的观念 或是长辈啊 老师啊 长官啊 不管 他们一定会打击你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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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这个想法 所有的no都要踢掉 yes 只有yes 唯有这样子 你才有办法 做事情的时候 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去做 而且遇到任何的考验 你才撑得过去 是 那 我是希望所有的人 都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去 去贯彻 那 如果你有梦想 你不会很辛苦 即便你做这件事情 是没有钱的 你还是会乐于 乐于在里面 因为你有乐情 嗯 做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乐情 只想着钱 或是只想着什么东西的话 那都是表面 嗯 谈话一线很快就没了 嗯 但是如果你 只为了要专注在上面 追求你的乐情 挑战你的所谓的卓越的话 财富自然会找上你 好棒哦 这个是我自己 深切的体验 就是当你做 认真做一件事情 都不想其他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嗯 真的 就是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真的太棒了 我想呢 从阿贤他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啊 这短短的 就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以来讲 我大家应该都还听不够 很希望有续集 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还有很多故事 好 而且有新的故事 会即将不断的在发生 没错 我想呢 这个城市的美好 跟我们自己个人未来的美好呢 我相信都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一个努力 互相的一个协助来创造它 所以在有限的一个环境或有限的条件里头 我们可以创造出很多无限的价值 一定要相信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继续的向前努力 对 好 非常开心呢 今天有阿贤呢 充满激励 兴奋的来到了现场 跟我们分享 希望我们外来的城市呢 因着老车能够越来越美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咯 嗨 台湾加油 拜拜 到底加油 拜拜 拜拜